我名字,丹烈族民 丹烈族民 身份证丹烈罗马平英族民团体诉讼案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号做出判决 6人胜诉,1人败诉 胜诉主要原因与去年11月 法德巴燕个案相似 就是将姓名条例中的中文扩大解释为国语 并涵盖原住民族语言 只不过此次判决依旧只针对几个个案 对于判决结果,内政部表达尊重 但对于个案何时能变通案 内政部表示带原民会进行政策评估等 将配合政策决定 严议修正姓名条例相关规定 其实就是原民会跟主管机关内政部 他们没有这个函事 加上之前限制主任登记方式的函事 就会造成没办法登记 所以能够解套的方式 在不修法情况之下 其实只有内政部 愿意放宽他的解释方式 来给护政事务所指导 各部会从去年2月开的会 等到现在效率令人堪忧 诉讼律师林维翰指出 其实根本不用等修法 只要透过内政部函事 单列足名就能有所进展 但一切还是得看内政部态度 而多个民间团体也向内政部喊话 勿成为歧视帮凶 呼吁废止就有函事 开放单列足名登记 不过这次的判决一案败诉 也暗藏隐忧 相当于说假设已经有回复 传统姓名的主任 他要进行单列足名的证据 是会不会也会因为已经回复成 汉字平印了就不能够回复第二次 那这个也是有点危险的一个解释空间 根据姓名条例 回复传统名字只能以一次为限 若未来真的开放单列足名 技术层面恐怕也是内政部 要解决的法规障碍 原来是新闻R156台北市采访报导 转发会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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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会下车